Hello,大家好,我是Judith 有看過我的影片,有人知道我7月去了沖繩9日8夜 9日8夜,我居住了7間酒店 每個朋友都問我去9日8夜會不會太久 以及你住7間酒店是不是傻了 對我來說,駕車的話就沒什麼所謂 我們都是每天收拾東西再拿到車上 我這條影片會和大家分享這7間酒店的好餘懷和排名 如果有興趣,或者會去沖繩的朋友 可以繼續留意我這條分享酒店的影片 這間就是珊瑚花園七池公寓 它是一間4.5星的公寓 這間酒店是我們住了7間酒店裡最貴的一間 我想原因是因為它是一個三層高的公寓 我們當初預約的時候給它的泳池吸引 其實最後我們是下了泳池打卡之後 看到池尾也會比較髒 所以第二天也沒有再游了 這間公寓的位置並不難找的 就要駛上一個很斜的斜坡 就可以看到全海景 由於公寓是三層樓高 我們就把行李放在最底層 但就要走上走下 地面是鋪磚的 廁所在二樓 有時候沖完澡 濕滴滴滴走上走下 就會有少少線 如果有老人家的話 不只是老人家 其實所有人都要小心地說 雖然它三層樓高 其實實際中間的層就是洗手間 一樓就吃飯和廚房 房間的話 其實它就有一張大床 還有一張小床 適合一家人 加兩個小朋友或者三個大人住 可以在房間上網傳開景 但是它的房間是非常暗的 它只有床的旁邊的兩眼燈 所以晚上想玩電話 看電視也太暗了 傷害眼睛 我們打算早點睡覺 但它冷氣我們都非常熱 所以我這一晚 是這麼多日行程裡面睡 最差的一晚 為什麼會拍著這間咖啡呢 因為這間Glory Island 它給你的Mapcode 你也是拿不到過去的 我勸大家找了這間咖啡的Mapcode 我下面也會有寫 會直接找到這間酒店 我們當天花了大約半小時去找這間酒店 因為它每次都找錯 我們為什麼會預約這間酒店呢 因為它獨立一間屋 然後自己住了 它會有戶外的浴缸 浴缸最終我沒有用 因為我是超怕昆蟲 它不單是蜘蛛 是所有類型的昆蟲 說回它的房間 是長身型的 在最右邊是會有一個房間 沒有電視的 就有兩張床 中間就會是洗澡 還有廁所的地方 去到最左邊望海 亦都會有一張床 還有一些廚房和飲用的設備 還有沙發 我們最後是躺在左邊望海 這張床 這間除了是戶外昆蟲多 和Mapcode難允之外 其實它也挺好睡的 有清醒 又有私人度 還有全海景體 這間是位於沖繩北部的Carrie Condo 我們選擇這間是因為它很近美麗海水族館 它是自助check-in和out 和一般住的appartment差不多 廁所很闊落 還有私人的private toilet area 房間也很闊落 廚房的用具都非常乾淨 唯一就是那個appartment 無論上面的牆 或者是欄杆 都是布滿的蜘蛛和蜘蛛網 這間就什麼facilities都沒有 晚上也都睡得非常舒服 來到第四間 就是位於沖繩北部的喜利寓至LCH海灘度假村 它是一間三星的酒店 為什麼會預約它呢 一看就知道 它是為了去一望無際的海灘 和有特色的泳池 海灘外面是可以玩水上活動的 小朋友也可以在這裡玩水上樂園 這間酒店不錯的 但洗手間和房間都比較小 連兩個行李箱都開不到 然後它所有的物資都要付錢買的 來到這次旅程七間酒店裡的頭三位 都在沖繩南部 不需要自駕遊 都可以去住的酒店 第三位就是喇叭優衣特度假村 它是非常之近國際通的 房間都非常之寬敞 洗手間乾淨闊落 城市人喜歡的風格 它屁股那裡有個泳池 但泳池是需要付錢才能進入的 泳池也不太大 如果想真的游泳就不行了 打卡我都覺得是一般般的 這間酒店會送自助早餐 它的自助早餐其實都選擇包羅萬有 但好不好吃就見人見子 來到第二名就是位於沖繩南部的Hotel Alakuju 它的位置是比較獨立的 附近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這間酒店是自助的形式 酒店大堂都會有兩個人去幫你 還有一些免費的飲料可以拿 上去你會看到它的走廊和房間 全部都是新裝修 很 modern 房間裡也不算很寬敞 但非常之舒服 它有一個infinity pool在屋頂 這個infinity pool就不需要付費 也可以游泳 因為當日我去就不是太多人 可以看到一望無際的天空 它唯一的不好處就是 因為附近沒有什麼 所以泊車就一定要泊在酒店裡 附近也沒有太多地方可以走 那就是樓下有間便利店 這次旅程的第一位 就是位於國際通中間的JR九州酒店 Blossom喇叭 它在國際通中間 走六分鐘就可以出去購物和吃東西 它房間寬敞 但最驚訝的是洗手間 我覺得洗手間很清淡 很乾淨和很寬 然後床也軟硬到適中 睡得很舒服 另一的無處就是 我車是會需要時間去等 因為它是放了車進電腦 然後運上去 你要的時候就要轉回來 另外你要地理位置方便的話 它就沒有其他的設施可以用到 但整體來說 如果這麼舒適到 這一間會在我們這個旅程中排第一 謝謝大家看到最後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 就記得給個like 或者留言和我交流一下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按個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